很少有機會看到這個難度的文章 那看到了不錯 我們就來做一做 這算是一個託福程度的一個導讀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因為一起讀 那託福程度的文章呢 大概很囉嗦的部分就是 有的句子很長 那長的句子有時候讀起來困難是一回事 另外一個點就是說 他到底對一件事情是正面還是負面的看法 有的同學沒有辦法很快讀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讀這個東西 大概會小小focus在這一塊上面 那我們當然還是有個題目的 那題目就是陳吉思汗有多少子孫 所以這個是一個網站叫做History Defined 我覺得還不錯 他講一些這個蠻有話題性的東西 我覺得像你應該會好奇陳吉思汗有多少子孫吧 那我們都知道他是有史以來最了不起的 Conquer 他是一個征服者這樣子 然後你稱他是一個非常Ruthless 非常該怎麼說呢 人血無情的一個殺人犯筷子手 好像也不是不行 來我們還先不要破題 那他在最後一段就有講一下 就是他到底是多少人的祖先 那先不要看那個部分 我們先來看這個比較難的句子 那這個句子在文章的中間 他這裡說 he also had a penchant for breaking the traditional Mongol practice of delegating authority based on blood ties favoring a more meritocratic system based on talent loyalty and achievements 我剛剛都卡了一下 因為這個字的發音我想了一下 還沒讀完 he would go on to win battle after battle annihilating countless enemies in his path 所以這是這段的結束 我相信對蠻多同學來說 即便你是用聽的 或你跟我一樣用看的 說不定這個句子就是 讀起來蠻困難的 所以我再讀一次 看能不能讀順一點 所以順便也順便讓你練一下聽力 he also had a penchant for breaking the traditional Mongol practice of delegating authority based on blood ties favoring a more meritocratic system based on talent loyalty and achievements 先看這句就好 主持動詞抓一抓 這是我們習慣性的東西 he also had a penchant 所以其實這裡的主持動詞很簡單 他有著一個 penchant 所以什麼是 penchant 可能這個就對同學來說 對有些人來說已經有點難了 so if you have a penchant for something 就是你對什麼東西 可能是有一個意願上的傾向這樣子 所以還有一個用法 就be inclined to do something 那這也是跟意願有關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prone OK 那我們都用be動詞來當成動詞是OK的 所以be prone to something 這另外一個 但同學要小心 小心什麼呢 這個是我最近在輔導的一個同學 我雖然說還沒有回補習班上課 可是還是有加減接一些家教 那我附到一個我以前高中的學生 他現在要去考託夫 那他就有在寫作中試著用 我誰誰誰有傾向於或做什麼什麼事情 但總之這個有傾向於做什麼事啊 我們不太能夠用be prone to這個用法 或如果你今天只要講說有一件事情很容易發生 那那個時候就要用be prone to 好對不起我沒解釋給你聽 你可能不懂 總之這三個的比較 OK 這三個的比較 甚至我可以再多放一個進去 就是我們不要用be動詞 我們就用那個很簡單的這個ten to 這樣子 所以這四個的比較呢 重點在於 頭兩個就是這個have a pension for 以及be inclined to 這兩個呢是真的有意向在裡面的 OK 像我很有意願想跟你簽一個合約 可能用第一個很奇怪 用第二個可能可以 so I'm inclined to sign the contract with you 這樣子可以 我有意願跟你簽 so I'm willing to do something 就是我有一個傾向去怎樣 OK 那have a pension for 则是一個喜好類的這種東西 但他還是有意向 可是我不能說我喜好跟你簽合約吧 這是不是很奇怪對吧 好 所以這個have a pension for something 就比較類似於have a tendency之類的 所以這個ten to呢 程度上來說 也跟前面這三個有一點像 OK 只是他不見得一定有意願在裡面 不見得有 那什麼狀況可以沒有 例如說 我早上起床的時候 通常會頭痛半個小時 I tend to have a headache OK for the first half an hour you know after I wake up 之類的 所以這個跟意願跟意象無關吧對不對 Right 可是我卻可以說 下午的時候 我下午兩點的時候 通常會很想喝咖啡這樣子 so I tend to have a craving for coffee you know at 3 in the afternoon 這樣就跟意象比較有一點關係 那最後這個be prone to呢 則是跟另外三個就差非常的遠 像例如說 我最常舉的例子就是 當年的王建民很容易受傷對不對 受傷一下就腳踝不行 頭球也走樣還這些的 所以容易受傷 那時候郭洪志也是容易受傷 我問你他們想受傷嗎 不想 所以be prone to什麼什麼 就是很容易怎樣 OK 所以他跟意願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OK完全沒有關係的 他就是一個什麼什麼事情 傾向於會這樣子發生 而裡面跟意願無關再強調一次 OK 那你說能不能用tent to來說 王建民容易受傷 可以 OK 可以 但反正tent to是比較模糊地帶的一個 你可能可以有意願在裡面 也可以 沒有 而至於前兩個的話 這就是有 好 這個我們都卡有點久 但無所也回來這邊 so he also had a penchant 這樣你能聽懂 所以他有一個 penchant for什麼東西呢 Breaking the traditional Mongol practice of delegating authority based on blood ties 先看到這裡 so that penchant for是什麼呢 這一整件事情 打破了傳統的蒙古的做法 Breaking the traditional Mongol practice 什麼做法 用of接下去 of delegating authority based on blood ties 所以也就是說 傳統的蒙古做法 就是 後面這件事 而他呢 把它給打破了 所以你就要弄得很清楚 他到底有沒有follow 這個 這個古訊 這種古老的做法 答案是沒有 因為他打破的是傳統的做法 而這個做法就是 delegate authority based on blood ties again 你要是單字不熟的話 這裡就卡住了 所以delegate 這個字 就是把權力下放下去 OK 委任東西出去 delegate 所以 像蔡英文現在在 訪問美國對不對 要是他今天沒去的話 OK 那要是有一個使節團之類的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說那是一個 delegate 他是一個delegation 聽懂我意思嗎 因為他就代表著總統出訪 這樣子 好 anyway 所以 他打破了 傳統的做法 做法就是delegate 下放權力 authority 那用什麼方式來放呢 based on blood ties 也就是說 有血緣關係的人 才得得到 而他把這個打破了 也就是說 他並不是靠血緣 來下放他的權力 有聽懂 我再讀一次這個部分 he also had a penchant for breaking the traditional mongol practice of delegating authority based on blood ties 取而代之的是 逗典後 用分子勾舉說 逗典後 favoring 他比較prefer 他比較favor a more meritocratic system 所以這邊有著merit 這個字 那這個merit呢 有幾個意思 一個東西的好處 或什麼這些 一個東西的優點 merit 但是你如果把它 換成另外一個名詞 meritocracy 這個概念就是 用人為才的意思 平實力 所以你們公司的升遷制度 是怎麼樣 完全不靠年資 所以你不會因為在公司工作了久 就升得比較上去 我們靠的是 看考基 看實力 看你的performance appraisal 順便學一下這個字 performance appraisal 你的年度的 年尾的 year end 的performance appraisal 來看看你能不能升值上去 那如果講說靠年資怎麼辦 年資怎麼說 senior這個字不就是年長的嗎 所以有這麼一個名詞叫seniority 那發音有點不一樣 senior 但是這個名詞變成seniority 不是seniority seniority 所以你們公司的升遷制度 是靠什麼呢 seniority 做越久 爬越高 所以這兩個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meritocracy 就是平實力 那變成形容詞meritocratic OK 好 所以favoring a more meritocratic system based on 所以他這個系統是立基於 talent loyalty andachievement 三個 你本身的才華怎麼樣 你對成吉思汗有沒有忠心 以及你的成就 achievement 那他接下來呢 就是一直會贏 他就不斷的贏這個打仗 那把所有的 無數的敵人呢 擋 擋在他路上的敵人 全部都毀滅掉了 so he would go on to win battle after battle 所以battle after battle 一個一個戰役都打勝 annihilating 所以這個詞可能也不是很好 要把它熟悉起來 annihilate 發音都有點不太好發 他不是唸成 annihilate 要是你一個一個音節唸的話 就變成 annihilate 對不對 即便唸成annihilate annihilate 不對 這裡這個h躲在字的裡面的時候 就不發音 所以這個詞令人做annihilate annihilate OK 那還有一個詞順便講一下 就這樣 OK 把前面的an拿掉 就變成只剩nihilism 這樣子 那這什麼意思啊 這叫虛無主義 OK 所以nihilism 那他的發音不是nihilism 對不起 nihilism 跟剛剛一樣 h不發音 ni是ni 那加一個i在裡面 h不發音的話 就多了一個小音節二 這樣子 nihilism 虛無主義 所以annihilate 就是把東西變虛無嘛 所以把敵人給全部毀掉 殺光光 所以他就annihilate countless enemies in his path 擋在他路上 在他的path 在他路徑上的 他就把清除掉 好 目前應該都沒問題了 再來 我們往下看 看到的就是 他又做了很多事情 像例如說 把很多國家啦 之類的啦 也給他 併吞起來 或者統一起來 所以in 2006 把這句讀一下 Tamujin 他是鐵木針嘛 Tamujin had not only built a reputation as a terrific warrior but also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the annexation and unification of many Mongol nomadic tribes of North East Asia 所以鐵木針不只 就是建了一個 這個reputation 就是他知名 他的名聲 他的 Build a reputation as something 所以他成為了什麼 他的名聲當作是一個 很棒的一個 戰士 這樣 terrific warrior 但他也 carry out 執行出了什麼東西 the annexation 所以annex 這個字就是 並吞 OK the annexation 以及這個unification 就是unified 這個動詞 所以unified 就是把它統一 unite 這個字也是動詞 可是unite 是聯合起來 結合起來 所以美國的 美麗堅合眾國 叫做the United States 不叫做the Unified States OK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不是the Unified States of America 所以unified是統一 那united是聯合起來 結合起來 OK 所以兩個動詞意思 實在是小小不一樣的 那還沒講完 所以他的unit the annexation and unification of many Mongol nomadic tribes 所以這裡有個字叫 nomadic tribes nomadic是什麼呢 nomadic 這個真的就是托福詞 你喝在托福的文章中 或者聽力的練習 或什麼這些的 看到聽到這個字 nomadic nomad nomad這個字就是 是游牧民族 OK 好 所以他就把這些 游牧民族給統一起來了 tribe就是部落這樣子 好沒問題 來吧 我們看最後一點 也就是說這個 factually correct yes 好 所以最後說了 陳奕山到底有多少子孫 來 so statistically there could be 16 million male descendants carrying his gene however to prove with absolute certainty that this is factually correct is something we'll never know 好 這裡的一個重點是什麼 你大概剛剛有聽懂了 總之大概就是 16個million的 這個男性的後代子孫 所以也就是1600萬的 陳吉思汗的後代 真的也蠻多的 那托福會問你什麼 托福會問你 這個作者 對於陳吉思汗 有這麼多子孫的 這個數字的正確性 他是 他是有沒有被說服的 他對這個 他對這個 例如說實驗結果或之類的 有多少的信心或之類的 這是托福會問的問題 OK What is the author's view about什麼什麼東西 這是托福的其中一個 可能在比較後面的問題 多半都是結尾的問題這樣子 所以你剛剛看懂了嗎 聽懂了嗎 他到底 對這個數據是怎麼看的 來我再讀一次給你聽好了 Statistically There could be 16 million male descendants carrying his gene However To prove with absolute certainty that this is factually correct is something we'll never know 好 讀一下這句 所以然而呢 所以主詞是一個不定詞 那動詞就是is So to prove something something is something we'll never know 所以證明這件事就是一個 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的事情 我們不可能確認的 所以你看他的態度對他是抱持懷疑的 OK 所以抱持懷疑可能會有一個字是skeptical OK So the author is skeptical OK 或者他並沒有很樂觀 他認為有沒有辦法證明 總共有1600萬個這個雄性子孫呢 他的看法是悲觀的 他認為是不可能能知道的 OK 所以to prove 那後面的就是一個副詞的篇語 用一個with這個介系詞 So to prove with absolute certainty Absolute就絕對的 Certainty就是這個確定性 Certain就是確定 I am certain about something 就是我確定一件什麼事 當然certain另外一個意思是某些 OK So certain individuals never agree with 什麼什麼 就某些個體之類的 所以certain這個是兩個意思 蠻重要的 So to prove with absolute certainty 就要有一個確定性 很高的確定性 確定什麼呢 確定這個東西是事實上正確 So that this is factually correct 所以fact這個字變成了副詞 行動詞fact factual factually 所以證明這個東西 有絕對性的確定性 來證明它事實上是正確的 這是一個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的東西 再讀一次跟你聽 However To prove with absolute certainty That this is factually correct Is something we will never know 所以他的態度是這樣 好考試就會考這個 好希望這個對你有點幫助 如果你沒有要考托福 你覺得這個很無聊的話 那我也跟你說個抱歉 反正我想做這個就做這個就是了 OK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